你好 大家好 刚才我跟王林老师分享了一个视频 没想到他那么快就已经把它发表了 今天这个视频里面我谈到了大师的一个手印 在这个视频给大家补充一下 这是我有两张照片 你看上面这个照片是开始我做布加钱的时候 这个香灰的一个状态 然后底下这个就是我做完铺加之后 你看到这很明显的出现了两个手指印 这就是我跟王林老师这个群里分享的照片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在这里我再分享一下一个财富的 原版财富的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在最早开始的时候是 我们上这个Persimacy Wuhan Level 2的课的时候 要报名的费用 这费用是指导原则就是说你年收入的10% 后来因为我在前段时间大师帮我显化了一笔钱 我就把一部分钱放到一边了 这笔钱就专门等待未来上大课的 所以我是有足够的钱的 所以他说 年收入的10% 我觉得这个数目很不错 我可以接受 然后又把我妈妈还有两个小孩加进来 那我就想多交一点吧 也算是表达我对大师的感谢 所以我就跟新加坡的负责人 马杜盖 马杜盖就说 你因为你妈妈已经退休了 你只要交百分之 你的年收入的10%就可以了 我说没关系 我愿意多交一点 就是对大师的感谢嘛 所以我就在里面填上的金额 是超出我的年收入的10%的 我也愿意 后来上大课的时候 大课开始了就挺有意思的 然后突然间我的一个同学就开始联系我了 就问我怎么开个账户炒股票 我炒外汇之类的东西 我就跟他聊一聊 就介绍了一些平台 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 你知道吗 新加坡航空公司因为股价暴跌 他们的大股东大马西控股 准备通过一个决议 让新行发行一些优惠股和原始股 给现有的股东 我其实是拥有这个新加坡 有一部分新加坡的航空公司的股票投资的 我其实早都已经不管他了 我知道他现在亏钱 我在懒得理他 因为我也不想去看他 因为很久以前买的 但是我的同学告诉我 他自己本身并没有这个股票 他也不知道我有这个股票 他就是只是给我讲一讲 有这个信用 他这个只有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现有的股东 才有这个权利去买这个优惠股和原始股 我正好是在找这种长期投资的机会 但是我又不看新闻 也不看报纸 我是无从了解这种消息的 然后呢 而我手上就主要的就是 这一个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股票 然后他就提供这个消息 我就去新行的网站上去看 还真有这么一回事 那我还有这个 我还有这个权利去拥有 去买这个优惠股和原始股 然后我算了算 等他之后这个兑现的时候 这个这个钱 就比我上这个学费还要高 其实就是相当于大师 就通过我的同学 把这个投资的信息告诉我 然后让我就是可以进行这个投资 然后大师又把我上这个大课的学费 又还给我了 这是很有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所以大师从来他不会让你亏待的 他通常是好几倍远远多于你对他的付出的 所以大家不用不用担心 那你卡点是金钱方便是 当然那是你的不圆满 努力克服他 你会有很丰盛的收获的 另外一件事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他现在有很多很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前段时间大师不是帮我做个圆满 我就显化了一些财户出来了 我就准备着把我的那个车贷还掉 然后呢大概是前天早上的时候 我就趁大师早上他还没有出来 他因为他早上他有时候不出来开市 我就偷偷摸摸跑出去了 跑到银行去 当然我不能再在大师面前表现出我不在那听课 所以我趁他没有出来开市的时候 点话的时候我就跑出去了 跑到银行就排队 排队准备把我的那个车贷就全部清算了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排队的时候 我正在准备进入那个银行的时候 我新加坡的负责人马独感就发了个短信给我 他说嘿刘宁 现在大师要开始 现在开始要开始了 这就是你最喜欢的一个课题 所以我一听哎呦怎么回事 这个负责人怎么知道我跑出来了呀 哎呦但是我我又但是我又不想错过这开市 我就问感觉问他 我说到底是什么开市啊 然后那个负责人马独感就对我发短信 就说啊这个是圆满财富的 你昨天晚上有没有看你的银行的余额 还有你的贷款余额呀 他一讲的话我马上就懂了 为什么因为这是大师圆满财富的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说啊 每天晚上你要看一下你的银行的余额 还有你的贷款的余额 每天晚上需要钱看也 这样的话 大师保票打保票 你在一年内你会清算清掉你的所有的贷款啊 这就是一个圆满财富的办法 让你把对贷款啊 这种的不圆满给释放出来 给净化掉啊 所以当负责人给我发短信说啊 留你最喜欢的课题啊 开市就是圆满财富 然后昨天晚上你有看那个 看你的银行余额还有贷款余额吗 我就一下就明白了 他就说了 其实我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每天都要看一看我的 需要钱的看看我的贷款余额 然后我就给我的新加坡负责人发短信 我正在清算我的车贷 我可以想象出我的新加坡负责人 马杜卡他高兴坏了 你们要要知道哈 这些新加坡负责人 马林老师还有新加坡的负责人 马杜卡他们 他们实际上是非常高兴 我们的这些追随者 能够显化着 无论是显化出健康 显化出财富 他们是非常高兴的 这也是很有趣的 是正好他在提醒我去看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正好站在银行门口 我正准备进去 说给出支票 把我的车贷的贷款全部清掉 我这个车贷一共才还了一年 我就把它在大师的帮助下全部清掉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那个大师呢就把这个 还有一个车贷的 那些水贷的那些 那些水贷的那些